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说说古巴导弹危机 核战的边缘 好的 大家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回到1962年 看看内场让全世界都捏了一把冷汗的古巴导弹危机 这场危机不仅是冷战时期最紧张的时刻之一 还差点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放射性尘埃 首先背景介绍一下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 就像两个互相看不顺眼的邻居 天天在比谁家的草坪更绿 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 苏联一看 这海德俩 于是他们决定在美国的后院 古巴部署自己的导弹 1962年10月 美国的U2侦察机拍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照片 美国总统肯尼迪一看心想 这下糟了 苏联的导弹离我们这么近 几分钟就能打到华盛顿 于是他召集了他的智囊团 开始了一场紧张的头脑风暴 肯尼迪决定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 称之为隔离 以防止更多的苏联导弹运进古巴 这个决力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非常不爽 他觉得自己被逼到了墙家 两国的军舰在加勒比海上对峙 气氛紧张的可以用刀子切开 在这场危机中有几个有趣的小插曲 比如有一次美国的U2侦察机误入苏联领空 差点被击落 还有一次美国海军在吉阿勒比海上发现了一艘苏联潜艇 差点用深水炸弹把他逼出水面 后来才知道这艘潜艇战斗何鱼雷 如果当时真的爆炸呢 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经过13天的紧张对峙 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苏联同意撤回古巴的导弹 美国则承诺不入侵古巴 并秘密撤回在土耳其的导弹 大家松了一口气 世界也从核战的边缘退了回来 这场危机告诉我们 沟通和妥协是多么重要 要是当时双方都硬碰硬 可能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了 而是在某个核冬天里瑟瑟发抖 所以古巴导弹危机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也是一个提醒 在面对冲突时 冷静和智慧比武力更有力量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能学会这个道理 避免核战的边缘 保持和平与理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越南战争 东南亚的战活 当然越南战争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 但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探讨它的深远影响和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越南战争 1955到1975 是冷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冲突之一 它不仅仅是越南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内战 更是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一个缩影 美国支持南越政府 而苏联和中国则支持北越和越共牛击队 深入见解 代理战争的典型案例 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代理战争的典型案例 美国和苏联并没有直接交战 而是通过支持各自的代理人来进行间接对抗 这种方式避免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 但却给越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二媒体的力量 越南战争是第一场被广泛报道的电视战争 美国公众通过电视新闻看到了战争的仓库 这极大的影响了公众舆论 反战运动在美国国内迅速发展 最终迫使政府改变政策 三征的后遗症 战争结束后 越南面临着巨大的重建任务 战争不仅摧毁了基础设施 还留下了大量未爆炸的地雷和化学武器如成绩 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影响着越南人民的生活 有趣的故事 一胡志明小道的传奇 胡志明小道是北越军队用来向南越运送物资 和人员的秘密通道 这条小道穿越了越南老沃和柬埔寨的丛林 长达数千公里 尽管美国进行了大量的轰炸和封锁 但北越军队依然能够通过这条小道源源不断的输送物资 可以说胡志明小道是越南战争中的一大奇迹 在越南战争中越共游击队在地下挖掘了复杂的隧道系统 用于躲避美军的轰炸和进行突袭 美军为了应对这些隧道专门训练了一批士兵 一说 这些士兵需要在狭窄黑暗的隧道中进行战斗 面对各种陷阱和敌人 堪称战争中的地下英雄 圣诞级轰炸 1972年12月美国对北越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行动 称为圣诞级轰炸 是用它迫使北越在巴黎和平谈判中做出让步 尽管轰炸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但最终双方还是在1973年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 结束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 总的来说越南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 它深刻的影响了全球政治格局 军事战略和社会文化 通过这些深入见解和有趣的故事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布达佩斯之夜 匈牙利的反抗 各位同学 金剑无赏十六达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来到1956年的布达佩斯 这个美丽的程序在那个秋剑的夜晚 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称为布达佩斯之夜 也就是匈牙利的反抗运动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段充满激情与勇气的历史 首先让我们回到1956年10月23日的夜晚 那天匈牙利的学生和工人们走上街头 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改革 他们高喊着俄国老滚出去 这可不是在开玩笑 这些年轻人真的是豁出去了 他们的勇气让人敬佩 但也让人担心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苏联的铁腕统治 这场反抗运动的导火索 其实是波兰的改革运动 匈牙利人看到波兰人成功 争取到了一些自由 心里不禁想 我们也可以试试 于是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热闹起来 学生们组织了和平游行 要求政府进行改革 释放政治犯并且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苏联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很快就排出了坦克和士兵 试图镇压这场运动 布达佩斯的夜晚变得不再平静 枪声和爆炸声此起彼伏 这场反抗运动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 最终在11月4日 苏联军队全面进攻 彻底镇压了这场起义 在这段时间里 匈牙利人民展现了惊人的勇气和决心 他们用自制的燃烧瓶对抗坦克 用简陋的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些故事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 但他们真实的发生在布达佩斯的街头 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说的是一位名叫伊姆雷 纳吉的匈牙利总理 他原本是苏联的支持者 但在这场运动中 他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成为了反抗运动的象征 垃圾的转变让人看到了意外 但也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可惜的是 最终他被苏联逮捕并处决 成为了这场运动的悲剧英雄 这场反抗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了 但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同情 匈牙利人民的勇气和决心激励了后来的东欧国家 成为了反抗苏联统治的象征 总结来说 布达佩斯之夜是一段充满激情 勇气和悲剧的历史 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们也能够站起来 为自由和政绩而战 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匈牙利的故事 也是全人类追求自由的共同记忆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 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都能够勇敢的站起来 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三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古巴导弹危机 越南战争以及布达佩斯之夜 这些事件不仅塑造了当时的国际格局 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 现在让我们来个轻松的总结和分析 顺便来点幽默 首先古巴导弹危机 简直就是一场超级大国间的谁怕谁的较量 想象一下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像两个斗鸡眼的邻居 一个在自己家院子里装上了大炮 另一个在对方家的后花园埋了地雷 结果全世界都跟着提心吊胆 好在最后大家都冷静下来 选择了妥协和沟通 避免了一场核灾难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冷静地坐下来谈谈 比拿起武器 互相威胁要好得多 接着我们聊了越南战争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美苏冷战的代理人之战 还是媒体力量的首秀 美国的电视战争报道 惹老百姓看得心惊肉挑 问政府 我们这是在干嘛 这场战争也告诉我们 舆论有多大的力量 甚至可以改变政策 再有 那些胡志明小道娃 子伊德罗·内兹米的故事 简直就像真人版的使命召唤 让人叹为观止 最后我们来到了布达佩斯之夜 匈牙利人民的勇敢反抗 令人动容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匈牙利人民面对苏联的铁腕统治 虽然最后失败了 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 成为了东欧反抗运动的灯塔 那个转变立场的总理 伊姆雷 纳吉 简直就是个悲剧英雄 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懂得来说 这三个历史事件都向我们展示了 人类在面对巨大压力和挑战时的勇气 智慧和决心 无论是超级大国间的博弈 还是小国人民的反抗 最终都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自由和和平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 也希望你们有所收获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和讨论 下次我们再一起来穿越历史 探索那些有趣又重要的故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Turn on the stream Monsters screaming Empty smiles Their words misleading Our games In talking rooms Spin their liv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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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